哈囉大家好 我是Guy 今天呢我們三堅科戰隊 來到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的 要來進行一場 吃麵就吃麵是要挑戰什麼東西 欸 如果這麼簡單的話 那你跟一般人有什麼差別 沒錯 我不是一個一般人 身為一個 賤 賤人呢 我們腦海中形容詞彙量 一定要是不勝美局 不勝美局 如果一碗麵很好吃 你會說他 Unstoppable Legendary 對 你用到褲子了 色香味需全民 那快一點來形容一下 喔 這個蒜頭吃起來 真的是 吹彈可破 蒜頭是最難可破 什麼怪怪的 來 波波形容一下 這牛肉吃起來 非常美味 喔 非常美味 就這樣子嗎 就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的形容能力讓我堪憂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吃到美食的時候 自然而然那個詞彙量就湧現出來 沒錯 因為那個是真實的感受 你吃到你會有一個真實的感受 是演不出來的 我問你為什麼 哇 靠北 然後這個 我這牛肉 我靠 好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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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看一下這間天下三絕麵食館 在2019年的時候呢 融獲了米其林 碧比登 會見 你知道碧比登是什麼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們知道那個輪胎寶寶嗎 就大家都叫他 米其林寶寶 對 就是他 他叫碧比登 就叫碧比登 真的嗎 你不是胡爛的 我不是胡爛的 真的喔 是真的這樣子嗎 他就叫碧比登 你怎麼會知道這個冷知識 他有偷查 他一定有查過啦 身為一個賤人 這種事情 這到底是合情合理 好 我們就直接進去吃牛肉麵 GOGO 好了 走走走 開神 今天呢我們受到店家的邀請 要來評比這道 米其林等級的牛肉麵 超浮誇 我一輩子都還沒有吃過這種 米其林等級的牛肉麵 頂級的牛肉麵 那一隻說牛肉麵叫什麼牛肉麵 這道叫做 紅寶石極品牛逼見面 那我才做到 極品牛逼 吃起來就是有極品牛逼的感覺 你們知道這間店名叫做天下三絕 哪三絕 欸 你猜到了一個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食材等級 你猜到一絕 還有兩絕 廚師的技術 欸 烹飪技巧 第二絕 那還有一絕 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 欸 你只躺分啦 到底還有什麼 新鮮的食材嘛 對 然後烹飪的技巧 對 還有一絕是 用心 用心 人人都可以成為食材 為什麼有一個話外音 對 是不是在前面拍嗎 原來是用心 他們那個高貌廚師 那是老闆 老闆進來一個 carry你 對 總之這就是這三絕 用心 用心堅持 我覺得用心是最重要的 在我們享用主餐之前呢 我們要先從他們前面 幫我們準備的小菜開始吃起 哇 這每個小菜看起來都超級不簡單 對啊 而且感覺超用心 來 你想先吃哪一道 我們先來吃看看 我想要先吃那個 茄子 因為他說 它是有切三百刀 切三百刀的千張茄子 好 那我們來先試看看第一道 它這個真的超級入味 它整個裡面都已經有入到味 然後 已經 沒有茄子的那個 生的味道了 有些人會怕吃茄子是因為茄子的味道 茄味 對 茄味 可是它已經入味到沒有那個茄味 它整根是同種味覺口感 沒錯 它很厲害的是 茄子不是有 烹飪有分三種 一種是便當店那種爛爛的 對 然後一種是太深 那種 那種餐廳會有 茄子 小菜 然後有點深 然後這是介於中間的口感 就是最好吃的那種口感 皮竟然是沒有爛的 你知道為什麼我第一道挑它嗎 為什麼 因為我平常是不吃茄子 我很怕茄味 真的喔 對 所以我還特別挑它 它是不是 可以讓我想要吃 對 哇塞 第一道就這樣 第一道就被征服了嗎 對 所以我第二道一定要再點 我不吃的東西 等一下 等一下 婆婆 你這個是有演出的 還是真的 我說真的 還有我不吃的就是苦瓜 喔 然後我們第二道等一下就吃那個油燜苦瓜 油燜苦瓜 苦瓜我超愛吃的 我本來就很愛吃的 我超愛吃的 我不吃的 苦瓜王 我為什麼一臉凝重 苦瓜覺得怎麼樣 這個不適合我的口味 好 怎麼說 應該說剛剛那個茄子 跟一般店家的茄子落差很大 這個就沒有到那麼多 但雖然口感好吃 配上那個蔥的味道 真的Match 就苦瓜的味道本身就 可是他還是苦瓜 就是苦瓜 對 他還是苦瓜 喜歡苦瓜的人會喜歡 沒錯 不喜歡的他也沒有 像我都覺得他還是蠻好吃的 巨大的外面 我也覺得蠻好吃的 剛剛那個茄子應該是我這一生以來吃過 最好吃的茄子 我會吃一下 真的 我真的覺得那些 不浮誇 很優誤 烤膚怎麼樣 第三道來思考 你看看 烤膚怎麼好像 烤膚應該是 麵膚啊 麵膚類的東西 喔 怎麼樣 這個還蠻好吃的 我喜歡吃這個 更蠻好吃的 形容一下 形容一下 繼續的形容成立 這個麵筋的 他很像麵膚跟麵筋加在一起的感覺 他沒有麵筋那麼難咀嚼 但他都沒有麵膚那麼軟爛 好奇特的口感 我會吃過那種東西 蠻好吃的 這個好吃的 這個很好吃的 剛才一吃完 剛剛這三小菜 這三小菜呢 我們現在三劍科要來 挑選自己最喜歡的麵 好 所以決定好了嗎 我決定好了 好 我們個人推薦 千張茄子 茄子真的比較值 我也是推薦千張 而且他一致通過 所以代表說 你來天下三劍 一定要點的一道菜 就是千張茄子 就算你是不吃茄子的人 我非常建議 因為他真的很好吃 怕吃茄子的人 就是怕那個味道 可是他真的沒有那個茄味 我們那個三小菜吃完之後呢 接著我們來吃看看這一道 滷味拼盤 這也是我今天非常期待的一道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 滷的功力應該非常的深厚 從剛剛的那個茄子 我是有感受到 好人哥在講的 不要那麼多廢話 哇 這牛肉好多喔 他真的是有口即化 好口即化 他真的是有口即化 哇 好猛喔 哇 真的好猛 真的假的 真的 他這個蛋也很油 他的蛋有滷到味 然後又不會太乾 因為太乾會像培蛋 真的 喔 這牛筋就很能講清楚 欸 你們喜歡吃牛筋嗎 如果 我喜歡吃 我喜歡吃 如果讓我省的話 我覺得他的牛筋應該可以再軟一點 喔 我懂你的意思對不對 確實是比較QQ 有彈性一點 你牙齒不行的 我喜歡 但是他就是不到咬斷肉 對 我畢生吃過最好吃的兩次的滷牛腱 第一個就是我外婆 每年過年啊 我這邊回我外婆家 然後外婆就會準備滷牛腱給大家吃 哇 所以我吃過最好吃的滷牛腱 直到今天呢 吃到這個滷牛腱呢 外婆可能 要死了 敵人出現了 其風敵手了 外婆了 但是外婆在心目中還是最好吃的 對啊 但這真的是厲害 欸 這滷蛋 他很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蛋黃的外圈沒有出現綠綠的 這滷蛋如果滷稍微過久一點 或是他放久一點之後 他那個蛋黃 會變不得 對 好 吃完這道滷味拼盤 虧嗎 這道滷味拼盤 我那個牛腱超推啊 牛腱很好吃 這道拼盤裡面最推的就是牛腱 沒錯 牛腱真的要吃一下 牛腱真的要吃一下 外婆的味道 與外婆實力相當的對手 哇 真的與外婆實力相當 嘿嘿嘿 接著下來呢 這一道我覺得應該是波波 非常期待的一道 哦 為什麼 排骨酥 我要來之前啊 我有一個學生 他們很推這道菜 你說你跟學生有聊到這間 對對對 然後他們什麼都沒有推 他就只有我推 說我一定要吃這個 這樣子嗎 好 不要講那麼多了 下一個也又受不了了 說起來你們平常會吃炸的食物嗎 會啊 炸排骨 這個我超愛吃的 他應該吃最多 炸雞 對 所以我現在嘴巴很多波波多 好好吃什麼 波波多點那個炸豬盤 對 我也很喜歡吃炸豬盤 各別形容一下 波波波 這個吃起來怎麼樣 就是很好吃啊 就是你知道炸排骨 他好吃要好吃在他的皮跟他的肉 有些皮會太爛 有些會炸得太乾 那這個怎麼樣 這個不會 而且他這個排骨是有淹過的 他這裡面淹的就是會讓你覺得 不用任何的調味 你就覺得超好吃的 哦 一般豬肉炸排骨啊 排骨酥很容易豬肉會變得很柴 因為那個部位可能吃起來會柴柴 可是他這個不會 嚼起來 失蹤帶粉 軟軟的 軟軟的 有一點那種入口即化的感覺 哦真的假的 這道怎麼樣 這道有 有 真的來必點 那這個可以幾分 我會給他95分 我剛才講一個他還有一個優點就是 我們吃炸排骨他都會把它打得很薄 嗯 就是會幾乎 打扁 對對對 可是他不會 他是厚的哦 他就是整塊肉然後厚厚的這樣 哦 會讓你有吃到紮實的感覺 對你說給他幾分 推 應該也是有個95分 哦那要吃呢 給他100分 100分 就是你會想要一直一塊接一塊的 最後一個 這個 不是見人必吃的嗎 沒錯 我們吃牛肉麵之前先來吃一下這個見人必吃的 綠寶石 哦 蔬菜之王 花椰菜 沒錯 營養價值成分之高 應該有的都有 而且他蛋白質來源還蠻多的 我是只有菜 不是有菜 不是有菜本身 你知道裡面還有別的蛋白質 你可能那個縫縫打開 對對對對對 因為花椰菜很容易 對對對 會有蟲 對 不好清洗 不好洗 乾淨的 它的縫太乾淨 縫太多 非常的乾淨 沒有夾在額外蛋白質 金銀剔透 來沾個 胡麻醬 上去 哇 要是個敲手 哇 我超推它的胡麻醬 你怎麼說 真的 它胡麻醬超好吃的耶 它這個味道就是 會讓你吃了想在吃的胡麻醬 會讓你想要從這個花椰菜 胡麻醬當然是一點 對 但我覺得是它菜本身 它煮的那個口感剛好 因為花椰菜很容易有那種 生菜味 那會爛嗎 剛好 對 不脆不爛 就是在中間這樣子 果然是三絕的 烘刃技巧 好啦 那我們已經用這個綠寶石來 清爽過後接下來就是重頭戲啦 終於要來到我們 主餐的部分了 在開始享用之前呢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從它的湯頭開始合 廚師有特別的交代 他說這個湯頭是四種番茄 兩種洋蔥 去熬煮八個小時以上 八個小時以上 所以我覺得在吃之前 我們先從這個湯 一碗麵好不好吃 喝湯就知道了 你很專業耶 這種先喝湯的行為 哇 這個湯 好鮮喔 番茄味 非常的新鮮的感覺 那個番茄就是剛剛還這種 拔下來 呵呵 喔 一直這樣拔下來的感覺 感覺像住在一個番茄園裡面 哇 這湯真的好濃好鮮喔 這我那種 我非常喜歡的湯頭 因為我很喜歡吃義式的 然後每次都會點那種番茄濃湯 沒有這個厲害 牛肉麵你吃完就 有時候不一定會把湯都合 但是這個湯是已經有把他合 牛逼 哇 我終於可以來享受這個 期待久的牛排了嗎 對 它大塊到讓我 口誤講成它是牛排 牛肉麵 超厚的耶 超大一塊 像牛排麵的吧 這塊應該超過六樣子的 它是有兩塊 好鮮嫩多次 而且入口即化 這麼厚這麼大塊 然後可以 這麼軟嫩 它真的入口即化耶 這麼厚還可以入口即化 牛舌頭舔一下 它就化掉了 還沒入口就化了 呵呵 我問你們喔 如果這樣一碗 就是米其林等級的牛肉麵 你們覺得它一碗大概多少錢 你們會想體驗看看 一千左右應該都還可以接受 有 你會吃飯這麼的那個 必須說它這個牛肉真的是很大 你看一些高級牛排館 牛肉就這樣一塊 差不多就這樣 真的就這樣 也是一千塊 沒有沒有 可能三四千都有 我的口誤大概八百塊 那一塊 一般那種外面店家 他跟我說我們牛肉麵好吃的那種 我覺得大概兩百八到三百吃頭 可以接受 如果換上那種米其林 然後又這麼大塊 然後湯頭明顯喝起來 都不一樣 七八百吧 那蓋茵那實際上 這一碗牛肉麵多少錢 極品牛逼見面 牛逼 喔 四百五十塊 喔 哇 那都比你們預想 欸 它其實 欸 不貴 你看 它天下絕品牛肉麵 牛見面也才兩百八啊 欸 那不是一般的價錢嗎 好像也差不多一般價錢 我們吃的不一樣 我們有加番茄 所以要多加一百 我們吃的是六百 等一下有頂級 喔 你們吃到頂級去喔 哇塞 難怪你們好吃 嗯 一定要加番茄 百五加了 真的 蓋茵 你覺得這個牛肉麵 滿分如果是一百 你給它幾分 九十 九十分 蓋茵 你記不記得 你做過一個 高蛋白香蒜味噌 番茄低脂牛肉麵 那你給自己的幾分 哇塞 你現在連全名都講得出來喔 沒錯 我個人不好說啦 但我自己吃起來的這個感覺 跟我那個比起來 我那個大概八十分 你那個有八十分 我那個有八十分 我們讓十全大師來公道講一下 喔 你先說這個幾分 差多了 這個我應該會給他九十分的 對不對 如果跟他比的話 對 我覺得他的大概七十分 七十分 對 那也不錯了嘛 你說米其林的九十分 然後我的七十分 對 你知道這個七十分 是還有你知道 我們兩個是認識的 不好意思讓他太逼 那評審的詩情就對了 對 我沒吃到不然就可以轉一下 嘿 很好吃好不好 想什麼 一直讓我們吃完後 想吃東西 可是我至少 有一訣 用心堅持 對 用心堅持 真的是太讓我傷心了 十全大師 哇 飽了 超飽了 稍微你覺得滿足嗎 滿足 我現在要把那個牛肉的味道 還留在嘴巴一段時間 溫存一下 牛逼 極品牛逼啊 那我問你 這間餐廳 綜合這個用餐環境 跟這個美味的部分 還有這個價格的部分 推薦觀眾來這邊吃看看嗎 不要說觀眾了 就是我如果家人來的話 我一定帶他們來吃 哦 因為我家人也滿喜歡吃牛肉麵的 既然那麼喜歡吃牛肉麵 我一定帶他們來試看看 你體驗一下 你進入名單就對了 對 這個一定要來吃看看 尤其如果你又是牛肉麵掏客的話 沒錯 一定要來這邊吃看看 哦 對 不浮誇 兩位也是這樣嗎 對 當然 而且我一定會點 我剛好還推薦的那幾道 一定要吃 每個人都要吃 苦瓜呢 我自己來我就不會點 可是如果跟家人來 我也會建議他們吃 因為我家裡人是有人喜歡吃苦瓜 哦 那假如現在不方便來 或懶得出門怎麼辦呢 他們有線上的調理包 就是你不用來店裡面 自己在家裡面 線上下單 就可以在家裡體驗到 這個米其林必比登推薦的 牛肉麵 好 那這一次呢 店家他們也很貼心的 幫蓋儀準備了一組折扣碼 就是要造福各位觀眾啊 如果你們想要在家體驗 這個米其林等級的牛肉麵呢 也可以輸入蓋儀的折扣碼 幫大家打個折 今天這一集呢 就是美食體驗也算是一個 非常不一樣的拍片體驗 對 我們還沒拍過美食 以後我們 這系列做得不錯 我們就開一個 叫三濤客 哦 三濤客 到處濤 認真工作 認真健身 認真吃嘛 非常好 這種形成太棒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這樣子的主題呢 如果喜歡的話 也在影片下面留言給我 或是想看我們再去體驗 看看什麼新鮮的事物 都可以分享給我們 那我們覺得不錯的話 我們就去做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呢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 留言給我們 我是金人 蓋雲 下次見 拜拜 誒 宇安 怎麼樣 問你一個問題 你老實回答 這一道啊 跟我的高蛋白味噌 番茄香蒜 低子牛肉麵比起來 感覺怎麼樣 你先給他評分 90分 那我的呢 千萬不要有壓力 不要有壓力 80分了 有80分了 能輕壓力幾分 能壓力10分 那還有70分這個位置 哇 我不相信 我給70分 可是我的 我很輕壓力 20分 我人情壓力至少15分 白痴喔 你這樣